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まれた声やゆらゆら影を踏んで遊んで くだらないことで笑ってたんだ そんな言葉が目に映るから 変わらずにいられるもの 探していたのにな 咲いて咲いて 散るならば咲かないでよ 今頃涙が零れ落ちてんだ 泣いて泣いて 人混みの中 探しているはずもないのに 声を枯らして 咲いて咲いて 咲いて咲いて その位置は最高のような 因为需要面对的是不同场景 不同景别 还有不同摄影机的素材 总类繁杂 而且数量比较大 一个接着一个调是不太现实的 那调那么多画面 眼睛多多少少也会容易疲劳 导致颜色判断的失误 那接下来我介绍一下 我自己的短片调色工作流 也是我长期经验总结的一个结果 希望接触调色 你们可以少走些弯路 总的原理是 短片调色实际上是分组进行的 把相同光影和场景的镜头归到同一组 然后每个组都有对应的一个基础参数调整 还有针对每个画面再做一次二次调整 每个组的基础参数 要用最高效的方法去完成基本校色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颜色的二次调整上 才能达到极高效 然后又高精度的调色流程 那这一步呢需要确定每个组的基础参数 就需要找准基础画面 对这个基础画面进行基础调色 最后再把这个基础参数上的东西 统一复制到这个组所有的画面就行了 这步其实非常关键 刚刚也说到短片调色是批量操作的过程 否则效率会很低 那这个基础画面要怎么选择呢 我们要遵循三个原则 第一就是景别需要选择中景 第二是内容需要包含人物的皮肤和主要的场景元素 第三是素材的曝光和色温要尽可能准确 保证基础参数的通用性 第二步是对每个组对应的基础画面 进行基础光影校正和基本色彩风格化 在调色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 步骤不能超过四个 否则在复制参数到其他画面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很难微调 也不利于提高调色的效率 一般我对画面的调整呢 主要是用曲线调整光影和整体的色片 用色相饱和度工具 校正某个颜色或者进行一定的风格化 再用曲线工具进行基础的整体风格化 如果是log素材的话 我一开始先用矫正Lot对素材进行还原 第三步 把基准画面的参数复制到同一组其他的镜头 并对其他画面的不同进行适当的微调 达到更好的匹配 然后针对每个画面进行光影和风格化 等等细致的处理 总的来讲呢 基础调色工作需要用最高效的办法 来完成这些基础的东西 而精细的光影处理和风格化呢 则需要用更强的针对性和精力 接下来又到我们实践的环节了 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下颜色匹配的实操 那这里我把五个画面分为一组了 分组的工作我已经做好了 这个我觉得应该也不是太难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五个画面是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来选择一下一个基准画面 对它进行调色 那第一个画面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它属于一个接近特写的一个状态 第二个画面是一个中景 有人物也有场景 但是因为它的光是逆光 所以它属于特殊情况 不太适合作为一个基准画面去做颜色的调整 第三个画面和第五个画面的情况是一样的 它们景别相同 有点太近了 也不太适合作为基准画面 第四个画面是我个人认为比较适合的一个画面 它虽然是有一点点逆光 但是呢没有这个画面这么强 然后景别也属于中景 涵盖的东西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来先对它进行调色 先使用自带的这个LUT工具 然后载入我事先已经载入好的LUT 选择这个Basic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直方图 直方图这边的话 在高光这里已经变成一条平线了 说明已经没有信息了 指的是窗外这边的细节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先来调整一下这个画面的基础曝光 先选择曲线工具 然后我们在高光这边 把高光提亮 然后中间调也相对提亮一些 再把阴影压下来 增加一定的层次感 然后要时刻注意 压硬的时候呢 不能把硬压得太低 然后导致这个最低的暗部触底 这是不对的 会造成那个死黑 让画面细节缺失 比如说像这样 你看这个方位已经出现死黑了 像这里 所以 得注意这个东西 然后再把黑色往上提一点点 白色往上提一些 这样 这样校正就 光影的校正就基本完成 然后再来看一下 我个人看这个阴影的部位啊 我感觉有点发红 所以我会把这个暗部的红色稍微降下来一点点 然后再把暗部的蓝色提上去一点点 然后做完这个光影和色片的调整呢 我们来增加一个色相饱和度工具 对具体的某一个画 某一个颜色进行调整 比方说我要调整肤色的色相 先吸管工具选定它 然后调整这个画块 这个毛底 然后再调整它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看这个适量试波器 在适量试波器 肤色这一块其实有点偏黄偏青 所以我们选择它之后往阳红方向 提一点点 不能提太多 只能提一点点 让它回过来一点 我们看一下变化 这个适量试波器就回来了 然后再对第二个颜色进行色偏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绿色 所以我会把这个绿色呢 给它调成 黄色 做一定的色偏 变成黄色 然后再对颜色的饱和度进行调整 可以增加肤色的饱和度 降低绿色的饱和度 让它不那么抢眼 然后再调整颜色的亮度 颜色亮度 如果你是8比特420 我建议你是不要去调整的 因为会出现断层 我这个素材是10比特的 所以还可以做调整 那我们先来调整一下肤色的亮度 给它提亮一点点 然后再调整一下 绿色的亮度 给它 给它压下来 还是那个原则 让它不要那么抢眼 就可以了 那这样 基础的校准 还有一定的色偏校准 都已经完成了 然后我们再添加一个曲线工具 在这个曲线工具上 我们做一定的整体性风格化 就整体性风格化 我们来看一下 我会个人会先在 高光处 加一点黄色 需要降低蓝色 大家看一下 像这样子 就是降低蓝色 增加黄色 然后会在暗部呢 增加蓝色 但是不能增加太多 痕迹感也不要太强 然后在绿色这一块呢 我会在高光处 增加一点点绿色 红色这一块 在高光处 剪掉一点点红色 加一点青色 然后阴影呢 也是同样 剪一点点红色 在中间调的位置 我会加一点点红色 让肤色呢 相对更红润一点 这是我个人的整体的 偏向的喜好 那这个操作完呢 就我们就基本上完成了 基准画面的调色 然后现在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这些参数 复制到其他的镜头上 我们用Cmd C 然后选择其他画面 Cmd Shift加V 就可以粘贴过去 粘贴完之后 我们再来仔细的筛选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再做精细的调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呢 我觉得对比有点太强 阴影这块有点黑 肤色也有点偏黑 所以我会把中间调提掉一点 阴影再提高一点 这样就OK 然后第二个画面比较特殊 因为它是逆光的情况 所以我们在光影这块 就需要重新进行调整 用这个吸管工具 吸取皮肤的光影的强度 然后提高这个锚点 皮肤就亮了一点 然后再吸取暗部 压低这个位置 这样皮肤的层次 人的层次就出来 不会像之前那样还发灰 发暗层次出来 然后再调整一下高光 这个中间调 这样对这个画面的光影调整就完成 然后这种大跨度的调整 它会很影响这个画面的颜色 就感觉这画面有点发挥 所以我会在宝和度这边给它提提上去一点 让人物的脸不至于那么的发挥 然后我们看一下风格化这个问题 风格化也挺强的 OK 这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第三个画面 稍微有一点点太亮了 还是调整这个亮部 给它降下一些 曲线可以不用那么的弯曲 那第五个画面呢 有点欠爆 有点欠爆 然后我们给它 暗部给它提上去一点 中间调给它再提上去一点 高光再提上去一点 让它的光影和其他画面也要匹配 那这样 这组画面的基础调整就完成了 那其实这样已经够了 如果说你想再做一些精细化调整的话 我们也可以来做 来试一下 第一个会加的东西呢 我个人都是加磨皮 磨皮会找这个画面作为参考的画面 然后先打开这个 取样的 皮肤取样 先选取到皮肤 然后调整羽化值 让选取更加精细一些 然后关闭 然后把这个 母乎 磨皮降低一点 增加对比度 增加纹理 增加噪点 然后也可以调整 肤色的偏向 这边我想让它偏红一点点 然后再 调整一下 增加一个 增加一个光效吧 增加一个光效 这光效加上去有点太 痕迹感太强了 我们就把它调整一下 先调整一下暗部的颜色 暗部它原本是有点 比较明显的蓝色吧 我不喜欢这么明显 所以我会把暗部蓝色调到比较暗 更暗一些 再调整一下光的柔和程度 调40 然后再调一下硬度 调到40%左右 这样子就会比较自然 那要更自然一点呢 就是要加一个形状遮罩 把形状遮罩 移到光来的方向 然后再增加一定的 画质 这样就会比较自然一些 比较真实一些 然后呢 我们直接复制 把这两个磨皮 还有光效的插件 给它复制到其他 四个图层 其他四个画面 然后我们再对它进行 精细化调整 像这个画面 的磨皮插件 我们调整一下它的 与画质 OK 没问题 然后再调整一下 这个光效插件 的位置 需要跟光进来的方向 是一致的 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也是一样 先看一下皮肤的插件 这个有点夸张 我们给它调整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加个遮罩 让它 让它 只对肤色 这个范围内的肤色起作用 然后再调整一下 肤色的色片 降低一下 摩批的效果 然后我们再调整一下光效插件的位置 没问题 然后第四个画面 也是一样 插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 然后再处理一下光效插件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 这样就没问题 然后这个画面 我一眼就看到这个男生的肤色 太偏红了 所以我把这个偏向 给它调回来一点 到负一 然后再把这个光效插件的位置调整一下 我们来看一遍 这样差不多了 如果你还想再进一步调整的话 也可以对画面具体位置的光影做调整 像这个画面 我会对 我们先添加一个颜色板 我会对这个中间调的宝盒和中间的包裹框 给它降下来 然后再添加遮罩 让遮罩在它的阴影的部位 你想要让它过度的更自然的话 就要多加一点余画质 这样就会比较自然一些 然后你可以复制到其他四个镜头 然后再做精细的调整 未知的精细的调整 这个画面这样 这样 然后到这个画面呢 是到这里 然后到正下方 这个画面呢 是也是要到画面的左边 移到画面的左边 然后和这个男生的位置 男生手的位置 然后到这个画面呢 就要移到 再调整一下 让这个位置亮就行了 OK 那这样我们就 做完这一组画面的所有调色 其实一般来讲 我调色是很快的 五分钟的视频 我最快能够三十分钟就调完了 而且都是用这个方法 这样的操作的方法 确实会比较高效一点 否则你调色的时候 浪费的时间 会让你痛不欲生 那今天 如果大家对这个实操 有更多的想法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也可以加我的私人微信 咱们可以聊一聊 关于调色方面的问题 那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